总统府国策顾问名单曝光之后呢 大家都在讨论说 怎么这个挑的人选呢 看起来是不是用人为亲 是不是呢 赖家就是我家的情况呢 怎么回事啊 大家讨论这个议论声很大的 包含是赖清德他98岁的舅舅 童勇也出现在名单上面 然后呢 有的要嘛资政要嘛国策顾问好 包含的是呢 被说是挺赖清德的独派大佬 也赫然呢看到在名单当中 你看到了上市呢 当初是爆出了MeToo的丑闻的 怎么照样可以呢 被拜托来去坐向这样子的一个位置 大家就觉得这份名单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有争议 好所以我们来看到了 包含的是民众党的发言人呢 吴亦轩说了 他说这个名单看得简直上人要吐血了 资政国策顾问 全部怎么样变成仇庸塞人的位置 好不掩饰告诉大家 台湾的未来就是信赖保证 这个对台湾的民主真是太侮辱太大了 而且呢这样子的名单争议不只有如此 我们再看到了包含的是呢 被点名的前立委陈朝龙 他怎么回事呢 他当初可是汇选入奸 因为呢他就利用这个节日的时候啊 用茶叶啊 然后去拜会的时候呢 还塞了现金去贿赂一些里长 所以那时候就被抓包了 好你看到呢 还有呢这个装盒子 他这个也是前立委 他可是放弃国籍的人耶 你既然都已经放弃国籍了 你到底凭什么再来做一个 应该是中华民国底下的 不管是任何的位置 你都不应该当了呀 所以这件事情呢 也被认为说实在是太双标了 尤其是呢你看到了 郭正亮就说了 这个事情其实就可以看出来 赖清德他很双标的性格 凸显出来他呢 真的是有仇报仇 所以现在包含苏贞昌 柯文哲 除此之外呢 这也是赖清德的个性啦 有争议照样互短 嘿嘿这样子呢 跟陈水扁一样 而且这个也被质疑啦 赖清德自己呢 不就是想要去处理掉黑金 不就是想要呢 可以把政府塑造成清廉形象 你选办法不就修法说 会选的人呢判有罪 确定终身不得参选公职 那你这样子就可以来当国策顾问吗 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会选前科 那都没有关系吗 所以很显然的过去说的 过去承诺过去做的 好像不再是同一回事了啦 这名单当中还有讨论度很高的是谁啊 余天也被讨论到了啦 大家看到这个互巴掌怎么一回事 不要吓一跳了啦 其实是因为呢 还要去示范说 以前他们在一些节目上面呢 是怎么样去有这个赏巴掌的桥段 因为据说之前呢 是很备受喜欢的 就观众很爱看 所以呢 找了记者来现场演示 他有特别强调啦 第一不会对女生 第二呢 这个不会痛啦 所以大家最近看到这个 讨论度很高的照片 好不用去吓一跳啦 不过呢 他也是赫然被发现在这个 国策顾问的名单里面了 当然呢 刚刚提到有这么多 很争议的人选 现在呢 包含的是里面也被点名了一些 明明就是非法卖药 照样可以选入在里头 好我们来看到了 时事评论员黄明就说了 新任国策顾问当中 刚刚我们点名到了 过去呢 有会选的问题而入肩的 诶 陈朝龙 没有公布资料历史 民进党过去呢 有同名同姓的陈朝龙吗 好如果新任国策顾问 是这一位前立委陈朝龙 诶 这样子你还敢用哦 是会选犯 而且当初呢 这个入肩都已经入肩了 如果这份名单属实 此陈朝龙就是 这个陈朝龙的话 他认为总统府啊 真的是可以关门了 总统府公布新聘资证27人 以及国策顾问73人 但名单中金建赖清德 高龄98岁的舅舅童勇 还有他的恩师 陈大医学院教授韩良成 以及挺赖的独派大佬吴李培 这让前立委沈富雄大叹 本来对赖清德 还有一点敬意 直到看到名单 所有敬意烟消云散 根本就是仇佣 用一句话形容啦 民进党当政就是国家 就是他家 国家变赖家 真正的事关国民 最重要的包括NCC委员 包括大法官 如果还是用我家的观念 用赖家的观念 那就会整个影响国家 赖清德国政顾问名单 加天下 正义人物更是毫不避讳 例如台南地下电台主持人 康英寿 曾任台南市政顾问 后援会会长 却遭报非法卖药 还夸大疗效 还要闯红灯 将行人撞残瘫痪的记录 小英取友会 全国总会长 严志发去年爆发了 me too性骚事件 辞去资政 没想到再度回国 时事评论员黄阳明 也在脸书之一 名单中出现了疑似前立委 陈朝龙和庄和子 不确定是本人 还是同名同姓 但光是陈朝龙 就曾以三万元贿赂里长 遭最高法院判刑 三年两个月 另一位庄和子 更是被爆出 早就放弃了中华民国国籍 还有资格担任国策顾问吗 痛批名单若属实 总统府可以关门了 总统府回应 这次名单广纳百公百业 符合赖总统民主大联盟的精神 但却处处可见仇庸和争议角色 能带给国家什么好建言 令人存疑 记者林俊峰 蔡平洋台北财务报道 回到国内来关心到 是总统府公布的新聘资政 以及国策顾问名单当中 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时事评论员是韩冰就说了 赖清德毫不避嫌的任用 多为自己的亲友担任资政 或是国策顾问 这是连演都不演了吗 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只用我自己喜欢的人 政就是天下 政不给你的 你就不能用 你知道赖清德这个名单有一个 当然可以看得出来有亲友团嘛 有过去的这些政治势力派系 这些团独派的团 那他整个名单 其实在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情 只要跟着我赖清德走 就保证你吃香喝啦 对 那这个讯息非常明确 所以就告诉大家 升官发财请入池门 如果连一个公庙的主委 都可以拿来当资政的话 那为什么 实际的政言上的人 你不请他当资政 对不对 他在宗教的地位不是更高吗 对不对 比如说好人好事代表 比如说陈述菊阿姨 是不是请他来当资政都比较好 理论上来讲 本来资政应该是要在政治上 有突出表现 那现在你要把这个价值打破 也没有关系 那你就是各界好人好事代表 也可以啊 或是在某一些特殊领域 有非常高的成就的人也OK啊 那善的循环 是啊 我觉得这些都还OK啊 那不要说是找一些奇奇怪怪 好 因为赖新德现在就在告诉你 就是说 我只找我自己喜欢的人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很刚毕之用 嚣张跋扈人 所以他就在告诉你 正习天下 正不给的你不能要 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客户您 客户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感谢 positive